小亨寶 嗨 什麼事 好久沒有看到你 今天都在幹嘛 過去當過黑販夫妻雙胞胎兒子 菲菲想想保姆的小亨寶 當時時常出現在黑販夫妻社群 加上經常被陳建州二診 逗趣互動讓他意外爆紅 今日小亨寶在IG上更新自己的近況 我剛還是在當保姆 我剛放假 那我知道保姆這份工作 不可能會做一輩子的 所以我有投資一些產業 除了繼續保姆的本業外 小亨寶也開始投資副業了 像是開了一間大型百坪的 家娃娃機店 也涉獵兒童啟蒙玩具 就網友好奇提問 沒有帶菲菲翔翔的嗎 他以大方回應 菲翔已經長大了 不需要阿姨了 我帶他們到二年級 現在還是像家人一樣 很值得了